百彩饺子的教程来了 将饧好的面 然后咱们给它搓成细长条形 菠菜的面团要比白色的面团少 白色面团的一半就可以 然后同样也给它搓成一个细长条形 为了防止它粘在面板上 咱们撒点面粉 或面的教程或下的教程都在视频的下方 老铁们别忘了你的免费的小红心 咱们按压按压完之后给它擀开 根据咱们白色面团的长度 粗度去擀 然后咱们这一步很重要 要把它抹上水 这样更容易粘合在一起 防止它分层 白色面团落上去之后 咱们给它捏合在一起 捏完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擀皮了 先把它传细 这个面的软硬度是刚刚好的 如果你第一次做的时候 你可以按着燕子的教程去做 感觉如果面硬的话 你的面可能会吸水 在燕子的放水的基础上再加一点水 可以把它盘起来 然后先不要切 存放起来 什么时候用 什么时候切 像现在 这个剂子呢 不适合去揪 揪的话颜色就不漂亮了 就切 切完之后 它的边缘是绿色 中间是白色 这样比较好看 然后擀皮 包馅 腌子叫老铁门包 手打挖兜 把馅打进去 然后现尺子尽量不离手 给它捏上 然后用虎口夹住 食指给它弯曲 大拇指也往上弯曲 微翘 现尺子要像夹眼一样 给它夹着 这样方便 刚开始你肯定别扭 习惯就好了 这就是包好的饺子 老铁门 红星点亮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